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讲解 中国男子甲鸡联赛 季后赛 第二场的第二轮比赛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盘 其实宝吉区的 一场对决 是由西藏福康 对阵渠州浪科 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 现场的画面 陀加西 陀加西是渠州浪科队的主将 那今天是对阵 江东润 对 韩国外援 这江东润是西藏福康队的主将 这是沈佩然 这个面孔很陌生 他对阵的是韩国同样的金智希 他们这一场还是比较有意思 谁的主场还比较关键的 其实因为 他们两个外援其实都参赛了 那么谁的主将其实还是比较关键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这两支队伍 交方的成绩 昨天的话 这个是西藏福康最终3比1获胜 那么今天的话 对于这个渠州队的话应该是背水一战 背水一战 如果是在战争2比2的话 那依然是西藏福康获胜 对 必须要是3比1 3比1且主将获胜 而且还得挺将赢 这是谢尔豪和同梦成 这是另外的一场比赛 这是天津佳佳对 渠江题材对的应该 在第二轮的较量当中 主将的比分 非常的关键 昨天好老师也介绍 有1.5分的这个分值 有加成 对 有加分 这是谈相九段 唐卫星九段 唐卫星的头发 还是非常有意思 是 这个男子甲金联赛 是美方多长时间用时 应该是2小时25分钟 那已经算是很慢的一个赛制了 是的 这是李承森 可能大家有点陌生 是 张涛对王泽锦 不要说大家了 很多现在为假的小朋友 我都不认识了 就听名字可能还熟 就一看脸是有点陌生的 对 好 那我们回到棋局 这盘棋是由陀佳锡 对于韩国外援棋手 江东润 江东润 对 陀佳锡跟江东润的话 也是好胜负吧 就是 可能大家看新闻前 可能江东润的消息会多一点 因为他总在比赛 然后陀佬也是昨天介绍 因为 还是昨天到咱们国内比赛的问题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见他的 次数不是那么多 是 就是受疫情的影响 对 今年的国内比赛 还是世界比赛 都受到了延期 对 或者是停赛 对 是 我印象当中江东润 他是80后还是90后啊 江东润是89年的 应该也是成名已久了 但是老将 韩国老将了 算是老将吧 也是世界冠军 对 也是非常强 刚刚好老师说 他最近一直在一线比赛 对对对 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有一点惊讶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他是80后的尾巴 已经算是老将了 其实 我觉得 我也在奇谈一线 在韩国的话 其实他们可能 比中国这边 80后 他们明显还是要强一些 就是说 可能也许是年轻人的 冲击力不够 你包括 其实那个 比江东润更年长的 袁胜珍 也有关系非常密切的 非常好的朋友 对对 他在去年韩国维甲当中 是17连胜 你能想到吗 他是85年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说在中国维甲 是85年的骑手 还有没有 就别说85年 我感觉80后的尾巴都很少 对 然后关键 他是全胜的战绩 获得了最佳的骑手奖 是 袁胜珍 所以说在韩国和中国 还是有点区别 这种竞技的精神也值得钦佩 一方面是 他们好像就是下棋的 这个年纪的 这个寿命 好像比中国年纪 起手要长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只能还是说 中国厚度太厚了 年纪起手 太强了 年纪起手冲起来的太多了 冲起来以后 就是让老洗手 肯定还是 对吧 就是有很大的压力 有点累 所以说可能像韩国棋手 看上去 像他们袁胜珍的话 包括朴廷环 还有一些他们 还有崔哲汉 崔哲汉 朴廷迅 这些 都还非常好 成绩还都非常好 是 在中国棋手就很少见了 就跟他们停批的棋手 中国棋手还能看到吗 就是说我印象里已经很少 维甲赛场也很少 已经80后了 其实 是 像陈耀叶是89年出生 陈耀叶在维甲的赛场上 是不是已经算是 年纪较长的了 我知道 反正应该还是 已经比较大的 对 现在咱们维甲 好像是不是 主力都是95后 甚至00后 是 好 这盘棋是江东任的黑棋 白棋是土家西 其实 怎么说 现在的疫情的关系呢 我还有一些都是在网上比赛 其实对于韩国棋手来说 还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免除了周车的劳顿 然后 包括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还看江中任在韩国维甲中比赛 今天又参与到了中国维甲的比赛当中 那他们在韩国比赛 其实是线下还是线上 他们应该是线下的比赛 对 小木 这个 挂脚 这个也是AI老师给我们的一个下法吧 正常来说 其实以前高挂脱退这个下法是经常常见的 但是现在高挂的少了 低挂 低挂之后 还是给出了 坚顶的跳 就是觉得 可能和天目也有关系 就是他认为 白棋这样走 来 就是限制住黑棋的发展 然后打破一个 这个就是大模样的格局 可能是 他觉得也能满意 那么局部来说 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 如果别人坚顶的话 也不太害怕 所以就是如果咱们下棋的时候 你挂脚 别人坚顶 你也不要害怕 其实 正常自己这种拆一拆 我觉得也都可以 完全可以接受 就明显比这个好 就是明显比这个好 就是黑棋的这一方 对 黑棋的这一方 明显比这样好 这样的话 白棋不仅木树多了 然后还厚了 黑棋还薄了 不要看黑棋多了个子 黑棋其实薄了 因为这样的话 黑棋将来有各种靠 然后扳了靠 或者扳了扳 或者尖 就很多借用 比刚才借用还要多一些 所以说 其实自己咱们就正常 正常走一走 没啥大问题 就走一个拆边 对 实战 黑棋挂脚 选的更积极的一种下法 然后白棋夹击 这也是刚才我们说 是三间高架 三间低架 都是现在可以下的 因为还是如果说 黑白棋 黑的点三三 白棋还是 选择爬 二路爬 还是下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现在的情况 可能白棋会比刚才 我们看到的那个 还是要好一点 因为现在三间低架的位置 可能比这还好一点 因为走这的话 黑棋有一个拆二 你现在走这的话 黑棋拆二等于这个位置 肯定比这要好一些 然后如果是拆二的话 黑棋本身 其实还是些许委屈 那么白的局部也比较满意 就跟刚才差不多 是吧 跟刚才的三间低架 三间高架 就是比刚才可能白棋还要好 就是刚才是这样的嘛 白棋刚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刚才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的话这样 就当然便宜一手棋了 但是就这样的话 可能对黑棋的威胁 还要更大一些 所以说黑棋现在的话 可能是更不可以点脚 现在的 黑棋实战 直接走了一个拆一 拆一 来的飞 然后这个地方 双方就不下了 看轻了 就觉得这边 可能更重要一些 然后会骑是二路飞 这个左上角的 这个格局 有点像上一排骑的 有点像上一排骑的 只是可能 这边不是那么一样 这边是高位 因为上排是三间高家 这是三间低家 不论这边一不一样 反正我觉得 就是白的如果这样 还是学丁浩 刚才这样的话 我还是觉得白棋不错 就是黑棋 总觉得这部拆一会 有一点慢 对 些许慢了一点 如果这部棋放在这 肯定 我觉得还要好一些 因为白棋其实 你无论是在这 还黑棋还是在这 我觉得白棋的这部棋 它总是要下的 这部棋总是非常大的 一手棋 因为现在就是 威胁到了黑棋的眼位 自己也加强了 这部棋本身就很大 那么如果 以至白棋这样 很厚的情况下 黑棋拆这个衣 显然不是在这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局面 白棋为什么 不敢这个呢 就是拆完衣走 走双飞 对 我感觉拆完衣后 这棋感觉还是想 那白棋还是靠压上面 靠压这一头 靠压我就 就长了呗 我就跟你作战吧 你挡住 然后我就飞一个 我感觉这几个交换 我不谈可能亏啊 白棋可以起 我感觉这直接飞一个的话 被白棋一走的话 黑棋 我觉得 些许有点慢 我感觉 嗯 那这黑棋 就像上盘棋一样 为什么不止 先 先飞 对 先飞 白棋如果大为手脚 黑棋在图销 那这个拆一 跟这个交换线不走 他也许会担心 白棋这样下 哦 也许会担心 白棋这样下 有可能 就是他拆 他拆一的意图本身 是如果你肩顶 比如我长一个 走了之后 然后把你震过去 就争取利用这个后市呢 把白棋封进去 然后包括这边有靠什么的 把白棋封进去 如果说你 白棋大飞的话 他有可能 不肯飞一下 他先去攻击白棋 攻击完他有可能会点33 他觉得飞一下以后 可能就没什么好攻击的 应该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拆一我倒是见过 但拆完一我觉得这部小飞 是不是 过于保守 感觉过于保守 然后白棋跳 黑棋靠一个 白棋飞 白棋飞 飞的 然后黑棋飞 白棋贴 就头脑还是明显比较积极 头脑比较积极 他觉得可以先攻击两个 这边其实你已经花这么多手棋了 他觉得你再攻击过来 可能甚至我都可以不走 比如说我飞 黑棋如果加过来 白棋他甚至可能 这种地方补一手 直接大吃 这黑棋里边应该已经死了吧 这样 也可能形成一个转换 就是头脑可能觉得 白棋的效率还是很高 因为如果手搁的话 等于这样 这个棋白棋 这样围一块空 感觉上还是不错 这黑棋的话 这一看 感觉上就 白棋效率明显是要高一些 所以说他是有勇气呢 先去攻击黑棋 当然这步棋 还是非常大的 就白棋 不要攻击上头了以后 一直攻 然后忘了这步棋就行 万一攻到后来 落过后准夹过来 肯定 白棋肯定是走完之后 还是要抢这步棋的 是 然后 会棋是飞 来棋 来棋 会棋搬一下 单八吗 这是什么 就是一图是说 你打吃 我这个先手 然后我这个 通过这个棋子 我这打一下 我其实也没看出来便宜 这白的 如果就给他吃了呢 如果 黑棋是想争个 先手 他不是争先手 他就是觉得 这多打一下 整形了 棋型会更好一点 那我也没 棋子整形 也没看出来 好在哪 这个黑棋 这被拔了 这能行 那这下就不打了吧 这下不打 就比如说 将来留个利 然后再打一下 准备好一点 比如什么 靠一个之类的 利 利 利不着是吗 利 白棋会往这个地方打吧 利 有所担心 不是 但打下面 他也不见 就 头老可能觉得打下面 黑棋也亏了 就这棋 黑棋 不可能便宜 这啥意思 我没看懂 关键是 本来你肩一个 本来也是先手 白棋本来 沾上还肩 其实不好说 然后你肩完了 充一把 有什么便宜的 这黑棋 感觉不便宜 这个就是 退 这个黑棋 感觉棋型 棋型上 有一定的问题 我觉得处理的 感觉这棋 黑棋 还是应该靠一个 这棋 就我们 其实我们出头的时候 一定要想好 就是 把棋型掌握的 更紧凑一点 就是出头 可能大家都会出 但是 出成什么样子 那可能就有 比较大的差别了 我感觉这些黑棋 出头还是应该靠一个 靠一个 如果白棋斑 我不是虎 这样的话就被封住了 靠完之后 穿出来 顺势出头 对 如果直接 如果直接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受 就是 可能会被白棋 走完之后 就便宜了 感觉上 先靠一下 求个调子 再穿 这样 靠一下 将来还保留 外面有段的手段 不用保留 你这不走 我就咔咔 我就挤了一顶 是吧 然后你这挡住 咔一段 对吧 你要再一跑 我再咔再一段 你这就可能直接就凉凉了 这个 对 压一个 是 就这个棋 我靠一下 我先求个调子 你这棋白棋 你要抵这个 那我黑棋 我就顺势尝出来 这不等于你贴到一下吗 你总比白棋贴你一下 好多了 对吧 你要那白棋正常 你再顺势穿出来 这多好 这白棋 因为也不怕白的吃这个 说实话 吃一个就贴 无所谓 这吃不吃个子 都没关系 白棋如果单长一个 那靠一个 然后黑的再飞 那我就飞嘛 这两下的交换 对于黑方来说 对啊 反正你总得贴 你要贴的话 那我这一下 我总便宜了 这将来以后还有 对你将来 你将都认你再试试这个玩 这出手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个棋型出手感觉 更加的舒服 是 这个飞感觉被贴 这个棋型 刚才搬了挖 就有的时候 妙手也不一定 就看起来妙手 也不一定好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你这棋啊 你已经逼到 你寄出妙手的时候 可能你的形式 已经吃紧了 就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其实我觉得棋 下到最后 下到极致 就是什么 越简单的棋 越厉害 其实我们看人工智能 它其实它特别简单 它没有那些什么花的 那个什么 它就正常 就是跟你这样下 其实我觉得下棋 下到最后就是 只要你下的简单 其实就没有失误 就最厉害的 也不需要妙手 然后黑的再退 你看这个白黑棋的 这棋型的效率 就非常的不妥了 我觉得 黑棋是贴 这时候你看 头脑还是清醒的 这个还是很清醒的 就要上头了 大家可能 杀杀 然后攻一半天 落一后手 得过来 这个棋还是非常清醒的 这交换几下 你看现在也看 这黑棋也很臭 这几步棋交换 那你还不如这样走呢 这几步交换 它干嘛呀 肯定不便宜 你将来这搬过来 你这煎一个 本身就不得 你还冲一把 如果不交换 这几个的话 还好点 对 这黑棋搬的话 白棋还不一定敢断 对 因为这个长完了 这个地方打吃 这有余瓦呀 这个白棋气势很紧 你把别人煎成一个虎口 你这能好吗 这能到好到哪 这边都交换完了 这个搬 黑棋就不敢下了 对 不敢下 这搬明显有断了 黑棋是先点一个 点 白棋飞 点一个 是什么意思 是一家白棋应手 肯定是希望白棋 粘上会团回去 不 这白棋不肯定 飞出来吗 这 还用响吗 这里 可以去跳 这两下交换 不一定便宜 是吧 我觉得肯定亏了 不是 本来 本来 本来白的跳 黑的跳 本来白的飞 虽然确实缓了 因为离这很近 它可能本来一个很大 可以出头 对吧 它可能 它小飞肯定差一点 你往这走一个 抖一个是啥意思 你这抖不是后手吗 这不是后手吗 这啥意思 嗯 这只能有飞 你往这点一个 我 这我感觉不便宜 这点 不便宜 不便宜 点完之后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没走 白的就往后 还能不走 还能脱先 白直接挂 头老跟你说 你这根本就是个后手 那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 这个冲 有 冲也 冲白就冲 冲我就冲 冲了贴住你 你这好像啥也没有 对 这上面还有一个冲 这你啥也没有啊 你这冲就被我贴死了 你只能搬我一个 嗯 就搬一个 我就跟着你硬一个 嗯 你不还只能沾上 我就团住 你这啥也没有 这鞋 对 啊 这老强这个鞋 这布局下到这儿 我是有点 状态不太好 我感觉可能 昨天他累了 感觉 感觉累了 嗯 昨天韩国围甲下的 可能好像也是 很快就被干掉了 啊 昨天 韩国围甲 是不是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对晚上进行的 对 我有这个印象 嗯 他们的赛程在晚上 那相当于昨天晚上 刚下完比赛 今天早上 就下中国的这个为价 嗯 那在体力上 确实一个 很大的考验 嗯 飞 哦 多老觉得呀 他先挂一下 等你飞的时候啊 他再一挡 再一挡 哎 这两个交换呢 显然他又便宜了 嗯 对吧 这两个交换显然又便宜了 因为白黑棋飞在这儿 对着白棋的后市 这部棋价值肯定不大 那么我挂过来 对吧 这两个交换 我又得分了 嗯 然后黑棋是 这样 加 点33 这样的局面 作为黑棋来说 真的是很辛苦 嗯 因为还是要贴 大贴木的情况下 嗯 现在就放眼望去 就感觉 黑棋就没什么东西 那白的这一块实地 加上这些 就白棋太难下了 我觉得 嗯 嗯 啪 飞 还要飞 长的话 可能还是所担心 可能会被 跳出来 因为这里的话 白棋争自有力 啊 跳出来的话 黑棋可能有点担心 所以他飞一个 嗯 飞一个 拖了 拖 下面一刀 其实还 我还是认为啊 就 如果 条件允许的话 其实我觉得 就顶了 什么条件 是允许的 就是 争自有力 争自有力 加上黑棋 下来 转到这边来 加足不大 就是他扳了段 你走到这边来 你不怕 是 嗯 实在 单拖 单拖 那就是 单拖 黑棋 就面对这个拖的时候 黑棋 大部分情况 都得搬上去 因为如果不搬啊 他这棋 他就不好下 如果他拖先了 嗯 那么被白的 可能他直接 就从这搬出来了 这个棋 我是给大家介绍过的 这 因为这搬了 以后 长 然后他一长 你走 他关键 他现在 他不先挡一个 他先外边 顶你一把 嗯 对吧 你要现在跳出去 我这挡回来 这飞下去 你肯定不行 你只有拐 然后我再挡回来 这样你就麻了 黑棋 你现在只能拆了出去 不然被我飞下来 肯定死了 是 让我一搬 这四个就交代 尤其是这边 还有紫的时候 没紫儿也不太行 黑棋 爬出去活了也 也稍差点 肯定是 也不太好 因为爬了 你得爬特别多二路 嗯 就这个棋 被白的 如果你飞一下 拖先被白的这样 翻出来啊 局部作战 黑棋是有点不利的 嗯 你和这样不太一样 这个棋 从这打出来的话 就比刚才的力度 要小很多 嗯 小很多 所以拖的话 它绕不就单退一个 但它单退的话 白的长出来 那么就 黑棋就亏一点 因为本来是这样的嘛 这个棋是这样的 你尖一个 那我白棋 我肯定长一个 我没别的下法 这样的话 肯定还是亏一点 所以说 要不你就退一个亏一点 要不就拖先被我搬出来 那要不行 你就搬下来 嗯 对 你要长的话呢 反正作为白放来说 肯定不害怕 是 肯定不害怕 那就实战就搬下来 实战就是搬 就陀佬肯定是觉得 我现在拖比较有力 所以说呢 它就没有选择 一个顶的下方 它觉得这样更好 长 然后搬站 然后搬站 黑棋虎了 黑棋虎这个 虎这个 虎这个 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首先 针子确实现在 针不掉 这个棋刚刚好 针不掉 黑棋刚好 针不掉 然后 针不掉的话 本来是有这种棋 这样 这样 但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 头脑满意的图 因为黑棋刚才我们说 走到这边 这位刚好被白的建制住 也是不满意的 那么现在 在之前的话 我还见过一部这个棋 这个棋 这个棋 当时是这个杨凯文 跟这个叫李星成 也是 最近的比赛 好像是 好像是大棋试赛 然后白的一点 好像局部 好像后来白棋是成立 那就是说 这个棋 现在黑棋 已经没什么好棋走了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我下个 不一样的呢 我明知 争子不利 我打得长 行不行 因为我觉得 黑棋是不是还得利用一下 这个子 因为白棋打了 长出来的话 黑棋可以爬回去 跟白的战斗 因为一旦 哪一天 我如果能先手打拔到这个 所以黑棋来说 我就笑哈哈 那白棋 如果拐的话 我就打 你就打 现在就打 我就打 现在如果你要这样出来 我能不能这样下 就是说 也许不成立 就长一个 就不见得成立 再长 对 然后你再长 再长 你在长 往里面上都爬你 在长 爬你这个 杀器的话 你两边 不管怎么杀 都是满一气 要不就挡一个 那我再爬 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成立啊 主要是白棋 你加我 对 你加不住 你加不住 你加我 双火 双火你里面就死了 对 那白棋先把这个 你先打掉吧 那你要打掉的话 我还是这样下 你其实也压力蛮大的 你先这脚上 欠个 四棋 是 这个就 很复杂 很复杂 但是我觉得 白棋啊 黑棋啊 很想这么走 因为 毕竟这里 自己 咱们这儿 有个援兵 那么 至少想利用一下这个吧 我觉得 实战 你虎在这儿 我觉得就等于 这个子就没什么用了 其实 感觉上 白棋应该还是点这个吧 白棋是点的上面 点的上面 点的这儿 让黑棋吃 白棋打一下 打一下 打的时候 黑棋没有粘 黑棋吃这个 这个黑棋是 已经不能粘的吗 粘它是不是这样啊 白棋是不是给你来这个了 这给你 直接就玩狠的了 啊 给你来这个了 我感觉 这打一下 应该是一个 防引针的一个手段 就是说你走这个 嗯 然后呢 我立下来 你尝一下 或者不尝 都行 这个 我是不是 尝出来了 这气 嗯 蒸 不 你蒸不掉我 我就尝出来 老师蒸不掉 蒸到这打吃 可以尝出来 对 这你蒸不掉我 我这打吃前手 就我可以看成打吃前手 他们 他如果不打这一下 那不是就 打死了吗 可以夹死 嗯 他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说我这打吃一下 你蒸不掉我 那我这样下 你就直接可能就 进去了 就死了 就死了 对 那打吃的时候 黑棋就不能硬了 黑棋不能硬 这黑棋 我感觉是 不太好 问题多多 那白棋 为什么不先打吃呢 先打吃 也有他亏的地方 先打吃再飞一个 这样黑棋就没有回头路了 他可能打这个了 他可能打这个了 打这个你跑 然后可能我就接上了 就这两下的交换 这样亏了是吧 本来呢 他本来意思是这样 你如果打了这样 粘出来 我搬你也得粘 那么作为白方来说 现在 我肯定铺这个 我不可能铺这个 嗯 因为铺这个 将来你这个气是紧的 但铺这个 你气是松的 就是你明显厚多了 是 这些我有粘的时候 你如果你看成我铺这个 那我这将来 甚至我可以点到这 这黑棋都没法跳出来 对 你跳出来 你将来你还得回去 被撑断 你现在在这呢 你跳出来随便走了 是 所以说他这一下 肯定还是有所不肯 铺在哪边 影响上很大的 很大的 差别很大 对 是 那么就白棋认为 我直接飞 你也只能这么走 那我干嘛 要损这一下 嗯 那你飞这么倔 你要不打穿 你飞这么倔 那我再吃你 他觉得你不行了 他觉得你不成了 实战打吃的时候 黑鞋也打 白棋再反冲 对 黑棋打住 白棋提掉 也提 这形成一个这样的定型 浩老师觉得怎么样 这 谁满意一点 这毋庸置疑 白棋明显满意 这 主要是黑棋这个 没有用 白棋 黑棋这个没有用 这个后视没有太大测用 对 已经限制住了 这 还是刚才定号的一间吧 打吃一下 没走 没捡 打吃完脱脚 啊 把这个走了 偷完虎 偷上虎着下的 我以为这棋 头老就脱了 就连斑 就把脚活了就行 它感觉上 这个虎一个有点 胜利宣言的意思 就是我局部亏点 没事 我只要把你外面限制住 你这棋就 不成了 就黑方面对这个虎的时候 就只有打在这儿 只有打 这棋不能退 退比白的一粒 那白棋也太舒服了 白这个棋行 很生动 那么这个拆一和这个拐 就AB见合 这个棋 黑的肯定不成 那黑棋要打上来 黑棋必然打直 打上来这个局部 局部黑棋好 局部可能 局部实地好 是吧 局部黑棋好 但是白棋呢 把这个断掉吗 对 正常是把这个断掉 但是实战没有断 就这棋 白棋觉得亏点啊 没事儿 我把你这个地方 给你破了就行 这样的话 黑棋的实地 应该是堪忧了 黑棋实战走着这个 白棋飞 白棋飞的时候 黑棋继续飞 飞飞 飞 飞 白棋贴回来 黑棋小尖 这黑棋的意图 也很明显 讲通过 公公斤 它这个中间 形成一定的一个势力 是 那这个断也先保留 先不下 对 他觉得断这个不够 就白棋简单压一样 黑棋目鼠 之前这里失血 这两个局部角 失血过于惨重 那黑棋就是希望 把中间能撑起来 跟白棋抗衡一下 实际上的差距 然后黑棋贴住 哇 这土牢够狠的 再牢一票 他觉得你这个威胁 我都没有用 我这活得好好的 你威胁我干啥呢 小尖 然后点一个 搜个 没有 没走这个 我没走这个 跳了一个 跳了一个 还是想对中间 有点想法 白棋抗 这个时候是不是走了 对 走了这个 这白的是不是 就简单尝一尝就可以 好 接一个 开始 跳 跳着下 啊 跳着下 长的话 他是觉得 主要是这地方将来 还得点一下 然后再长穿 嗯 这骑行不如跳 跳的话 如果你也是手的话 那明显比这要好一点 啊 跳 你看黑的还是长 那他这骑行要好一点 跳出去 这骑黑的 现在啊 这块骑 应该是没有办法 攻击到白棋 因为这里 白棋是牵手 你在弧 那么这个地方 你首先你下去 就已经不好下了 那白棋这边 还有眼 就是说这块棋 基本上 把黑棋 威胁不到白的 嗯 然后那么就 这块棋 应该是黑棋的目标 如果说现在局部 全局形式的话 黑棋 只有左上角 这里 大概 八木棋 这里大概 五木棋 嗯 十三 这里大概 五木棋 十八木棋 全局黑棋 牧树可见 二十木 白棋 这里 十 十三 十五 十七 这里 是八 十 十八 这两块已经三十五 现在这块棋 已经四十五 现在白棋 盘面二十木 牧树白棋 盘二十 黑棋 现在 就是 就是说 你怎么办 那黑棋 争胜负的 就只能对这块棋 进行猛烈的攻击 是不是 不 杀 可能已经不属于攻击 因为白棋 这样往外跑的话 往这跑 这中间 基本上 因为你要是攻击 杨德老师 你攻击 你可能只能从这边攻 你想的办法 那我这不是 但你围上以后 你这边怎么办呢 这块棋还没活干净 对呀 你这块棋 你能围多少 你说你能围多少 我现在已经盘二十了 你能围多少 就这块至少要围三十 围三十 才能再继续收官 围三十 是你净围三十 然后你盘面十五 在什么也不付出的情况下 那 太难了 这个局面 现在对黑方来说 是很困难的一个形式 对 非常非常困难 你看图老这个 你看到这步棋 你是不是顿时感觉到 这已经开始白眼了 对 有的意思就是这些我就活了 对 因为下一步连班 low了就打回去了 黑棋 黑棋得硬一个 然后把棋再打 充一下 提掉 你看 你看 头老这下的 就是说 做活 现在等于这地方 这黑棋可以点进去 那么这里是一只后手眼 白棋 这里是一只后手眼 现在就已知了 白棋有一只眼 白棋现在的目的就是 把棋活到中央 做出一只眼 那实地感觉上 黑棋就 不成了 嗯 嗯 另一个 白棋 加 加 意图就是你虎 是前手 我粘 然后你一冲 被我虎了一粒 就是刚说 这个是前手 所以我可以加出来 加黑棋是 斑 斑 白棋 哎 这下的 这下的次序 挺精妙的 先加完再接 对 他就这地方 他不下 他不走掉 这个虎 那这个加完再接 那这个连续性在哪呢 就你只有打拔呀 你是有打拔呀 这期只有打拔 那么我再粘上 那我本来这期 如果我直接接你走这 你加不是就虎 被你虎断了吗 嗯 那我要粘 不是被你尝了吗 那我先走一下 所以先加一下 对啊 这个次序下的好 是 这次序下的很漂亮 嗯 那加的时候 白的斑 黑棋小尖 黑棋就粘上 白棋 黑棋觉得打拔 就粘上 白棋糊了 嗯 那这一糊的话 这个脚 脚 脚没 还没死吧 没死干净 它可以挤一个应该 就强 强 强 强撑截 点 实战就这么进行 再搬 强撑 就搬一个 嗯 黑棋在 白在吃 黑棋小尖 哇 这个截 成一个截 就白棋感觉将来就自己虎一个你团里边还是个截我外边火就行了啊这个截白棋还是 感觉黑棋有点勉强 黑棋 对 不是有点 非常的勉强 非常勉强 不是一点 找接材 主要是这个截白棋及时打输了 也关系不大 因为这块截已经活了 对 外面 如果打输的情况下 那证明外面得下两手棋 对 那这黑棋实地 也不够啊 就是把这个水来 本来实地就不够 现在 感觉差距还变大了 本来大概排棋盘20 现在归于排棋盘50 盘50 小尖 然后挤一个 沾上 黑棋 差距有点太大了 我是觉得 这个棋 黑棋 太勉强了 主要是即使打赢了 这周围也亏很多 然后黑棋 不是黑棋 没有铁 他也把这个截上 举沙中间 这不怎么可能啊 打赤上 沾上 这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黑棋 虎一下 跳 然后黑棋小尖 飞了一个吧 白棋 白棋是飞的 飞黑棋小尖 然后再跳 这么交换的 然后黑的跳 这主要是空间太大了 尤其是白棋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黑棋要杀白棋 将来团是先手 那么这里黑棋的气还特别紧 这不太可能做 黑棋主要自己还不是特别厚 你看这白棋贴过来的话 这块棋黑的没火 黑的还得继续硬 它的杀棋的条件还是不成熟的 现在白棋只要把这块棋活了 就就赢了 靠上来 钉 钉一个 就跳一跳 往外走就行了 黑白棋 对实战就是靠 然后会继续加 对于黑方来说 黑方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把这块龙给杀掉 才能争胜负 对 但是哈永老师 这个效应代表了 这块其实很难完成的一个 不可能 任务 加打吃 沾上 沾上 对沾上 沾上现在这个地方差不多有一只眼了 那么现在 白棋现在已经有三个 两个后手眼了 这个棋已经来不及打了 对这个棋已经顾不上了 这黑棋已经往这走了 他不破眼 就是白棋已经活了 因为刚才这个地方已经先手 然后已经是先手了 然后这个地方一做就活了 他只能现在破眼 然后黑棋这外面是着实是不太厚 外面是 差很多个子 继继续杀 小尖 白棋尖 白棋虎是先手 黑棋虎 斑 冲一下 就断了 先冲完之后 断了黑的只能长 这应该是只能长吧 这不长从这打出来 这样是 嗯 长白的这边打完了 是不是一挖 感觉就 差不多了 实战和其这边先打了一个 他不能让白棋打了 先打了贴回来 打了贴回来 哦 这棋太勉强了 太勉强了 不太可能的完成的任务 打完贴 那可以其实打 来得长 给它接住 这头脑就作眼了 真上 胜利宣言 现在是这里 半只眼 半只眼 这里 半只眼 对 这里没有眼 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把这个地方 因为有打了蹄嘛 你得走住 那么我 做眼 那我们扳一下 打吃 我只能强杀 一条路可走 破眼吧 破眼 我只能破眼 我长 你承 你粘上 我打吃 我粘上 煎 煎一个 这就没啥说了 这就不可能了 这 装黑的 没有啥 没啥 团 团黑的 黑气刺一个 刺 把白气提解 现在要不就挤这个 但挤的话 白的火 黑的这肯定还在补 那么白的 我说我就做个眼 你还得杀我 这外边还敢我下 你肯定是不行 黑气是肩 肩 肩就粘上 肩完提 肩完提 然后白气是 点 这还能走吗 这是这盘棋的 最后一首棋 下到这里的时候 江东润 中盘任赴 这棋 应该是不行 差距太大了 这个棋 差距太大了 这盘棋 感觉老江 确实发挥的 很糟糕 感觉从一开始 这里这棋型 效率就下得很不对 包括后面 这个左下角的处理 也是明显的亏损 方向也非常不好 是 但当时下完以后 主要白气盘面 已经白气盘面 好很多了 这个棋 布局亏成这样 不是一个世界冠军 该有的一个水准 有可能是昨天晚上 韩国贾界联赛 加上今天连续作战 体力不支 今天发挥的不太好 确实发挥的非常不好 但陀佬这盘棋 发挥的非常出色 感觉从一开始就 压制住了老江 然后后面的做活的 也都非常简明 也没有说我这是吧 我拖老这么强 我这个作业不好意思 也没有 就正常的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这盘棋是主将 拖老是代表的是 曲州队 获得了胜 因为我刚刚想看一下 其他队员的成绩 就他们队 目前还没有完全下完 现在下完呢 怎么样 刚刚我们讲那盘棋 丁浩是对姑子豪 就第一盘棋 是丁浩赢了 然后柯杰是输给了米丽婷 那就是说这两个队之间呢 就是如果说是 西藏跟烂柯的话 他们的这个结果 其他队员我刚才看了一下 还没有 还没有下完是吧 有的是没有成绩 还不太确定 我这里的话 我这里的话 应该是沈佩仁 赢了金智希 那就是这样的话 他们等于战成了1比1平 那其他的队局 战成1比1平 那么现在等于是 曲州队的 曲州队的吴光亚 也是赢了 那么是曲州队2比1 还有最后一盘棋 还有最后一盘棋 那这盘棋主将已经赢了 主将赢了 1的话其实相当于 曲州队已经赢了 没有 曲州队昨天是1比3输了 所以说最后一盘棋 如果说最后一盘棋 他们也赢了的话 那么他们将完成了一个逆转 是 因为这盘棋主将 对 是关键的一局 对 主将会加一分 是 那么曲州队的另外一场的棋 这边好像还 是沈佩然那样 陈子健和陈玉农 陈子健 那么西藏赢了 西藏赢了 西藏赢了 那么可能这场就等于是曲州2比2主将胜 但是第一场是1比3 那么可能最终还是西藏 西藏 西藏赢了 赢了 对 那这盘棋的胜负是不是已经关系到两支队伍 就是说 保级的最后的成绩 这一场谁赢了谁就保级了 那么输者还要再进行 双死的对决 还要双死对决 这团棋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战役 对 那其他队的比赛的成绩呢 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关注我们天元围棋公众号 到上面可以去查看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围甲的比赛的进程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